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议者试图闯入麻州州长的新闻发布会 强生公司停止生产单剂量的新冠疫苗 亨廷顿大道水管破裂 维修工作将持续到周末 波士顿市长吴米的支持者周四上午聚集在他在罗斯林戴尔的家门口 亦是对该市疫苗要求的声援 在他的支持者中有护士和教师 他们说他们支持市长的疫苗要求 他们将回击在吴米所在社区不断发生的抗疫活动 在麻州州长查理贝克宣布他将在本月底解除全州学校口罩要求后的第二天 波士顿市长吴米宣布该市的学校将做出同样决定前再花一些时间 贝克周三宣布全州的口罩要求将于2月28号结束 但各区仍可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制定自己的要求 吴米说波士顿将是这些地区中的一个 他周三上午说我们希望看到几州的下降趋势 然后再取消口罩要求 波士顿公立学校是一个与相关但却独特的案例 因为我们的教室在空间上非常紧张 而且我们的学生群体中仍然有相当大的疫苗接种差距 官员们没有给出波士顿学校何时可以取消口罩要求的日期 周三上午 约有10名抗疫者冲开了麻州议会大厦的保安 当时州长查理贝克正在图书馆就结束该州的学校口罩要求 举行新闻发布会 但他们没有进入该房间 据新闻处称 抗疫者对新冠限制和州议会大厦不对公众开放感到不满 州警察局发言人戴夫在一份声明中说 下午12点30分左右 所有的抗疫者都离开了大楼 没有人被捕 由于大流行病 州议会大厦已经对公众关闭了23个月 北克周三告诉记者 他认为议会大厦应该开放 据纽约时报报道 制药商强生公司已经停止了其单剂量新冠疫苗的生产 报道称 这家制药公司去年悄悄停止了位于荷兰兰顿的一家工厂的生产 该工厂是生产该疫苗可用剂量的唯一设施 这让他的一些顾客措手不及 包括那些喜欢单剂量强生公司药物 而不是双剂量代替品的发展中国家 报道称 强生公司反而利用该工厂来研究一种实验性的 可能更有利可图的药物 这种药物是可以防止一种不相关的呼吸道疾病 该工厂预计将恢复新冠疫苗的生产 但目前还不清楚何时恢复 强生公司没有对工厂关闭的报道发表评论 但在给CBS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目前有数百万剂的新冠疫苗库存 我们继续对非洲联盟履行我们的合同义务 由于工作人员继续努力修复水管断裂 波士顿亨廷大道的部分道路被关闭 居民出行会有延误 官员们说 这项工作将持续到周四晚上 道路将在周五或周六修复 据波士顿警方称 漏水事件发生在星期三晚上 地点在亨廷顿大道和环路的交叉口附近 警方说 亨廷顿大道在埃克赛特和西牛顿街之间被关闭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周三下午五点左右 附近的居民首先发现地面上有水冒出 不久之后 水流开始从地面射出 达到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 虽然供水和污水处理委员会说 他不知道有谁正经历着停水 但一些住在该地区的人们说 在得知他们的供水被关闭后 他们打算从该商店买水 以上是这次波士顿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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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